被移民视为欧洲大陆跳板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再救出了一大批铤而走险的人 17名妇孺在内一共231人全挤在一艘破木船 漂洋过海耀登岛 最后全数获救 是当地今年救出最多人的单一偷渡船 西班牙海岸警卫队新一天在加纳利群岛 主要港口附近发现了这艘船 当时船上有14名妇女和3名孩童 救援人员将船只拖走 让船上的所有人靠岸下船 西非前往加纳利群岛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移民路线之一 根据西班牙政府的数据 今年1月到10月15日 将近33000人从西非沉船到来 同比增加大约四成 虽然是最近几年通往加纳利群岛的大象路线 偷渡人数增长最快 但还是低过通往意大利中的地中海航线 同比增加大约2 Edin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